花莲有妈妈在强症中死命护住自己的孩子 即便现场剧烈摇晃依然没有松开手 而在台中也有一名异校爸爸 一早被地震惊醒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先抱住身旁两个熟睡的孩子 不久妈妈也冲进房间保护小孩 画面曝光令人动容 房间三人正在熟睡 下一秒房门不断晃动 这位爸爸突然惊醒 顺手先把小男童护在怀里 紧接着一个大翻身 把另一名女童一手抱住 三两下功夫保护两个孩子 孩童的妈妈这时也冲进房间一起保护小孩 这里是台中太平区一栋十楼公寓 地震当下这名男子英勇保护家人 让网友不禁大赞 这位爸爸是真男人 也有人说看到眼眶泛泪很感人 更有网友表示这位男子是好爸爸好老公 不过这伸手矫健其实有原因 身份曝光他是一名一销人员 至于花莲吉安乡也有令人动容的画面 地震突然发生男孩被吓到冲出门抱住妈妈 没过多久另一名男童也跑出来警报妈妈腿部 现场剧烈晃动 柜子上的物品不停掉落 门窗晃到不停开河 但这位母亲依旧抱住孩子 直到地震结束 强政晃动全台灾情不断 不过也出现为母则刚 为父则强的瞬间感动人心 记者台中花林综合报道